他說其實他也看不到什麼 就是也不是那種很靈異體質 看得到鬼魂都沒有 他說但是呢 很奇怪 他的病人要走 都會來跟他告別 所以他很怕做夢 比方說他可能這個病人 他照顧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都要去看他 然後take care他 可是只要他夢到說 比方某某人來跟他講說 謝謝你 還是也也沒有講謝謝 就在夢裡面跟他有一個互動 大概很短的一個禮拜之內就會走 所以他每次都說 我只要夢到誰誰誰 我就覺得好難過 然後每次再去病房 尋房 看著他就覺得我知道應該是 他都覺得說可不可以有例外 有沒有 可是都沒有例外 很奇怪